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今天台股当中台积电下跌 联发科也跌 据传小米自己推出了 三奈米制成的单系统晶片 这个讯息也让市场有点担心 中国的研发能力怎么突然突飞猛进 还有待查证 不过这个传闻的确影响到今天台股当中 海基人跟联发科的股价了 联发科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我们先看 推出的天机9400很热卖 野充暗赞Q4非常的佳 目标价1250元 调高24年到26年的EPS 从成长8%到成长16% 但是也提出了三个风险 一个是手机提早拉货 明年第一季成长提早到Q4 代表说Q4会不会就是高峰了呢 那ESIC贡献有限 相较天机9300 天机9400系列 安谋是有多收10美元的权利金 代表说会侵蚀到一点点连发科的毛利 那10月30号法术会要公布财报了 高通新的晶片下站铁 发科间拉回超过了2.2的幅度 不过没有关系啦 高价股发哥熄火别人来接力 那就是其他的IC设计大咖 大户进场了吗 力旺创高领军系制裁军团 可编成记忆体产品 扮演提升良率的药角 也通过了台积4到5奈米的认证助攻业绩 8月份自检是1.45元 年检19.4% 10月25号会公布财报 那创意部分一度破迁 但股价看起来默默的压值滑水 有在恢复元气了 低档以来强谈38% AI HPC营收好 但是网通消费IC稍微的拖后退 9月营收双减 不过IP设计订单 委托的设计量有增加 欣外资认为目标价1680元 它是右下角的 细字材到底该不该补涨了呢 那教老师我们先聊一聊 台北股市今天因为 昨天美国股市道琼稍微下跌的影响 指数有一点点震荡 但是本周有好多的科技股的财报要来留意了 有人说科技股的财报可能 大家预想的不要太好 反而容易会优于预期 那怎么观察几个重要的指标呢 对 没错 我想财报的部分其实有跟大家讲过 你可以发现 其实就像今天的美股好了 涨跌互渐 对 指数的部分 那这些的股票 当然它有分重要跟不重要 那我想Tesla当然是关于 所谓的车用的部分 电动车好 那其实我跟大家讲 不然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其实在23号盘后还有一个 当然IBM IBM说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可是另外一个有比较重要的 在设备的部分 半导体设备 我没写出来 柯林研发 在艾斯莫尔对于名人的展望不好 下修的状况之下 去年来讲 设备 设备的全球排名 第一大就是艾斯莫尔 所以艾斯莫尔的展望非常重要 第二大就是应用材料 柯林研发 它是全球第三大 它在10月23号的美股盘后 它要公布它的 所谓的财报跟财测的部分 这个就很重要 假如又讲得不好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设备的部分 Cowars 所以在上次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9月中下旬 我说那种股票差不多了 你看从ASML 从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不增加等等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当然假如展望是 财测的部分 基本上 上季的财报的部分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问题 因为预期至少都六七成以上 财测的部分当然要关心 所以它会造成 个股或族群当中 比较大幅度的震荡 你比如说像Meta 你比如说像微软 这个这一些 有可能你就要看它的资本支出的部分 尤其在AI这一块 对 好哦 所以这几个财报的表现 对于这个礼拜 甚至月底之前的台北股市 的确会有比较大联动的影响 但是今天看起来台积电没涨 不过老AI们 其实赵玲老师也有说 短线上面是有机会 但是就是机涨不要追 拉回都可以买 鸿海广达 股价有没有机会挑战 七月份的高点 其实我跟大家讲 应该是这么说其实台积电我也讲过 领先卡位的人 在法老师会隔天断线上 他肯定会减码 我们不要说全卖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台积电都整理 台积电今天整理其实也算了不起 因为NVIDIA是创历史高 其实它今天还真的不太动 但我不是说它不会这样 而是说其他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整理的架构 那为什么这些会动 其实我跟大家讲 因为NVIDIA在创高 我不可能一直拉台积电 我一定会转战到其他的龙头的股票 对 对不对 鸿海 广达 你看维影这些股票 是不是最近就相对上来讲比较强 对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假如NVIDIA不涨了 我跟你讲 这些也不太会涨 你也不要想太多 那是因为真的NVIDIA真的创新高 那我也跟大家讲 你也不要去买什么音乐达 你也不用去买什么神达 你也不用去买 就买售会最高的 就是大型的 因为一台GP200 你看就大概快1亿了 对不对 1亿台币 10台就10亿 100台就100亿 你有那么多现金吗 只有大厂有现金 所以他去增资嘛 他们都要增资 就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 另外的 这是比较属于周边领储线的部分 那我们看下一页 好 因为刚刚展哥有提到 其实细光指等等 好 比如说易光好了 有些扩散效应 封装测试 那累金的部分 你比如说好 你说像3081 连亚或者4956的 什么光红好了 其实假如你真的 硬要讲细光指 硬要讲累金这一块 其实我跟你讲 台亚更是累金好不好 对啊 对啊 它本来就是累金的公司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日亚的话 其实他 我跟你讲 假如以细光指 真的最被低贵 其实就是他 就真的只有他 你说3081连亚 那个怎样 然后4956 光红那个怎样 或者其他的 真的没有怎样 因为光接收发器来讲 其实他是做累金的 累金是算中游啦 也不是上游 累金就是中游的部分 好 那我等于说假如你这样 然后你假如又要讲第三代办 他当然又是第三代办 对 他其实什么都有啊 你要讲感受金面 他也有 反反正也有政府补助学堂等等的 好 那你看2340 我跟他吧 好 看股价 之前上来之后不太会动 我跟你讲 是因为均线扣底的位置 因为 可是现在站上季线已经几天了 季线即将扣底的地方是下面的 所以他季线自然而然没多久 他就会翻阳 对 半年线我们把它缩小一下 2340的 然后半年线大概扣在这个地方 好 他也在扣在低档 所以他的骨架只要稍微上来 你会发现一件事 他的半年线也上阳 均线会出发他的骨架 对 季线也翻阳 所以他在等什么 所以他那时候来到年线的时候上去下来 因为他的角度比较抖 现在来到年线 大家有没有发现 均线准备纠结 他只要一上去 比如说来到383940 3839好了 他半年线肯定就翻阳 季线也准备即将要翻阳 所以中长线来讲 我觉得应该这个地方开始要走 所以想要真的细光纸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它是受惠程度非常大的 是 因为有这个 第一有这第三代半导体相关的题材 那有做这个光感测器的部分 其实台亚的题材非常多 那目前就等均线 这个包含了季线 半年线 扣底之后向上翻阳 这均线位置是有机会助长股价 来往上挺进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IC设计 今天台股当中 很多的高价股都动 IC设计相关的 大户的心态第四季开始积极了吗 在神山法说会之后 这个方向确定之后 就开始认真的买股票吗 刚才我要跟赵老师说 IC设计很多跌很惨 那当然今天有人创高 好好的力量 可是很多在右下角的 到底可不可以抄底 好啦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逻辑 其实除了刚刚的台奖之外 当然我跟大家讲 其实在设备的部分 Cole Wars 九月中下旬 我就跟大家讲 那种拉高你都要减码 为什么 Cole Wars的部分 它刚好跟Cole Wars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一个逻辑 你比如说ASML不好 10月的时候万一柯林研发 他也讲未来吧 我跟你讲 那真的就麻烦了 台积的资本也不增加 所以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3131的红数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破季线 嗯嗯嗯嗯 对不对 破季线之后完全没有想办 这个很麻烦了 6640 好 6640有没有破季线 均滑 我跟大家讲过 之前他们的股票 你比如3131好了 3131 之前打到季线 基本上来讲都会上来 对 3131 对不对 这一条季线 打到打到 这一次破了 不一样了 破基本上 理论上半年线 心态就不见了 先看半年线 对 6640你看一下 6640均滑 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之前上来都没 多头的时候都没有 破了 你说会到哪边 基本上就这附近 好 8028 森阳半 你看一下 这个我们50块叫 跟大家讲 很好 你看这种还没到 你以为它很强对不对 我跟你讲会沉沦啊 不好的时候是大家一起沉沦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你就自己看一下 那我说爱意识设计刚好相反 它为什么是相反 最主要是因为 好 像3529的立旺 立旺好 一档鼓一个组曲 它开始有强势的股票带 什么叫强势 创新高 股价创 你看我快点 IC设计真的 IP尤其还没人 我今天吓到说 它创新高 对 没人在看 它创历史新高你知道吗 不管你还不还权 它都创历史新高 好 有它来战 有龙头来戴代表什么 第一个它先拉高 它的本益比的比较空间 大家一起拉吧 所以你看一下3443的创意好了 3443创意 第一个反弹三级 它营收真的很烂 股价我跟大家报告都会先行反应 对啊 这时候的烂其实应该在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大陆股市也一样 你知道吗 relating 什么叫relating 就是价值的重沽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先长一段起来是价值 因为之前的价值背地 所以我先拉起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 来 好 那我们看 直接看下一页好了 好 那提醒大家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IC设计可不可以抄底呢 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上面 联系方式跟在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这互动 然后解答你的问题了 时间不多 老师快点进入总变 来 来 您看一下 你看6104创尾 当然我们需要大家买创尾 好 我们看 你看一下 有没有 对啊 这种均线 那一样做Type-C的 3588的通家 当它这么强的时候 通家是不是也是开始 要突破新高的感觉 所以这种是不是你也可以注意 好来 那另外的3141的金鸿好了 3141金鸿 这种默默 跟电子标签有关的 当然我觉得这种 说真的 本益比比较高 可是你看一下 4961的天域 是不是就不一样 对不对 它又有本益 它又有EPS 人家又是获利 对不对 像算相对上 你怎么发现 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好 你比如说好 比如说像通家 比如说像天域 等等这些的股票 其实有很多啦 你这样我们light可以注意 老师 那这个呢 昨天要没有时间讲 50成分我们查一下 很多是跟科技相关的 基本上这个大概都跟科技相关 那中芯国际 但因为时间有关系 中芯国际 昨天创立了新高 今天稍微拉会整理 我们看下一眼 好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好 这一些不管 不管有F的 不管有什么的 好 那因为我讲一下 你比如说像一七年代的南桥好了 今天回档修正 对不对 可是它公布数字很漂亮 因为我给你讲 没有 它九月份 我跟你讲 七八九月份 它EPS不是达 营收不错 因为汇兑的损失 泰铢对美元升值 所以有汇兑的损失 我跟你讲 汇兑的损失这种都小事 等到泰铢最近都在贬 从10月1日要贬到现在 是不是汇兑损失又全部冲回来 对 所以我的这种股票 我跟大伙报其实好的股票 真的拉回来是让大家特别留意 假如说今天一档公司 是因为我的技术能力真的很烂 等等等这一些 那当然你就要避开 可是假如说汇兑损失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 都没有太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整理完之后 我觉得股价创新高的机会 其实都非常大 大陆的相关的中改 其实我真的觉得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其实大陆股 是现在也是在 就是价值 先价值 大家现在你不用管基本 一定是先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